三盎司鮮嫩牛排 表面煎到焦脆 再放进烤炉 散发柴烧香气 加进现煎鱼片和整颗大蒜 还有甜点沙拉饮料配成套 高档牛排馆推出平价餐点 算进服务费价格不到800元 抢供小资组合包 以这种价格可以吃到 这种等级的东西 我觉得很划算 之前一直看到单价都还蛮高的 商业午餐这个价格蛮划算的 所以就来试试看 不只有海陆侵蚀 主厨甚至特制手工牛汉堡 提供不同主餐选择 让小资男女享受分食乐趣 虽然分量只有平常的一半 但价格却只要四分之一 客群的话 主要现在主要都是小资组 创造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比较侵蚀 东区小资组群触摸平凡 高档餐厅趁势扩大客层 把年龄价格向下延伸 才推出短短三天 来客数就上升10% 澳洲和牛薄井青葱 一旁还有肥滋滋的猪五花 或是用看的就像狂客好几碗饭 知名烧肉店也祭出优惠 海鲜肉片齐聚一堂 白饭免费吃到饱 还有超卡哇伊的小猪漂浮饮料 只要599元果然大打提升定位率 主要还是以学生为主 那目前推出来将近一个月 其实以业绩来说 已经有成长的一到两成了 业者降低高档餐饮门槛 看准暑假忘记大打优惠战 大低客单价 薄力多销带动业绩成长 三日新闻杨玉新章会计划报道